今年是十门国小送书到我家活动的第15年 而今天邀请到创立这个活动的校长林元宏 回到学校来分享 期待借由送书的活动要送给孩子阅读习惯 十门国小每年都有一个特别的仪式与惯例 就是班级导师都会为不同孩子挑选不同的书籍 在12月感恩的季节送书到孩子家 书籍是导师对于孩子满满的期许鼓励 也透过送书到家的活动进行加放 借此不仅给孩子一个祝福 也将对孩子的关心送到家 在92年上任十门国小 十门就有十门三大节 那这个送书到社区就是除旧不新的其中的一个活动 希望因为我的孩子每天早上七点四十到八点之间 全校阅读时间 那我觉得阅读不是只有在学校里 在社区里我希望书相满十门社区 而且也跟家长宣誓 我们的孩子要进步 要更好就是要多多的阅读 今年是十门国小送书到我家活动的第15年 邀请到创立这个活动的校长林元宏 回到学校来分享 十门国小还将过去14年的照片剪辑成影片 制作成光碟要送给林元宏校长 随后也跟着班导师的脚步送书到小朋友家中 所以配合学校的层间阅读 还有阅读小博士的一个推展 所以我们就跟学校的老师讨论 就有一个送书到社区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已经进行了到今年 已经第15年了 那在今天在充益校长的邀请之下 让我回来分享这一个 这15年当中的这些经历 我看到影片我真的好感动 今年特地邀请了当年这个活动的发想 也就是我们前校长林元宏林校长 回来跟我们一起参与 那这个活动呢 不只是送书给孩子而已 更重要的是每一本书 都是我们老师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 给孩子的一份期许和一份祝福 所以送书不只是送书 我们希望把书送出去 也把爱送出去 来营造一个我们整个十门阅读的风潮 进到学生的家中 有导师将专门为孩子挑选的书籍 送到学生手中 也透过这一个过程 让导师校长与家长进行加放 聊聊孩子的学习过程 并给予孩子鼓励 期待借由送书的活动 要送给孩子培养阅读习惯的肯定 书中自有黄金屋 借此拓展视野 也累积更多元的知识 记者大平函 时日门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